因为参加三十信念法会而受到感召 开始担任义工 德军居士参与卢松法师呈到台南举办的三十信念法会而受到感召 发愿到佛恩寺当义工 佛恩寺是我第二个道场 接触佛恩寺是因为卢松法师 我们佛恩寺到台南做三十信念法会 那我进入的第一场法会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当时候我们台南的人数比较少 可是接触了师父之后 非常的感动之后 这五年来我一直都是在佛恩寺做志工 那带给我的生活上的改变 等于说是我人生的第二春 那个我们每一场的那个法会做下来 我都相当的感动 而且都是非常的感应 我本身是在做房地产 那每一次的法会回去的时候 都会有大买卖可以成交 最重要的是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获得改变 而且我学佛这条路的时候 那个师父的教导 还有师工的教导 那我们也是进步了很多 德俊居士跟随卢松法十五年多的时间 觉得学佛的道路让他的生活改变很多 十方新闻黄慧如检玉林屏东采访报道